现在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,人们手中的钱包也是越来越古。 钱财可以换不同的商品,但我们国家的钱财也是经过了几次的变革,由之前的货币犯大洋,再到现在的人民币,不同的时期都会使用不同样式的钱财。 但起到的作用都是一样的,在不同地的国家使用的钱财,也都是不一样的。 去到每个国家之前,都是把我们国家使用的人民币,换成相应国家的货币。 我们叫美国国家钱财的时候,都会叫做美元。 但是大家却不知道,外国人把我们国家的人民币叫什么呢? 其实,外国人叫我们国家的人民币有两种叫法。 一种就是绝大多数人所熟知的RMB。 RMB,对于学习英语的人,都会在英语试卷中所见到。 不可能在英语试卷中出现中文的情况。 这三个字母就是人民币拼音的首要字母。 另外一种就是很少人知道了。 就是CNY。 CNY,这三个字母的解释。 也是非常的简单的。 首先CN两个字母,就是我们国家的China的缩写。 也就是中国的意思。 而Y就是我们国家原拼音的缩写。 我们国家在说多少钱的时候,都会说多少元。 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。 出门也不会带很多的钱了。 手机支付成为了一种快捷的支付方式。 但是有要提醒大家的是,在外国手机支付这种方式,还是没有得到普及。 所以大家在出门旅游时,兑换要去国家的货币,是很有必要的。 对于外国人对人民币的两种叫法,你有什么说的呢? 请在评论区留言。